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同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陈学庆陈老师 今天又是令人相当振奋跟开心的一天 虽然我没有买家金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礼拜 我带着我们全国所有会员朋友 我们又赚了哪些的股票 我想3491的森达科这档股票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 从79块半10月12号 当时我就送给大家 现在都已经来到185块了 你没有听错 人生只要掌握到一次的机会 真正是贪然有谁 除了森达科大家都见证到了之外 包括在这礼拜 我们带着我们的家族成员所操作的股票 不论是IPC制裁的一个3035的一个资源 你看这一次我181带着会员朋友再买回来 买回来大涨上来 才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大涨上来 逢高我们再顺势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看光是这样一张的一个价差26.5块 不要多啦 你减你10点就好10点就多少 26.5万 这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实战操作的绩效 更何况我们这一档股票已经操作四趟 已经操作四趟了 你看四趟下来你的财务早就翻一倍以上 再来8016的一个细创 那这档股票我们进行三趟 我们也是带会员朋友 三趟价差操作 第三趟从277 一波大涨上来到305 同样的高档我们顺势 获利出一半 你可以看到一趟价差28块 10点就好10点就多少 28万 你没有听错 三趟累积一个价差达到38.9% 还有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天意 我在特别在节目上 我每天在广播上 我都会放刘德华的天意 我就一再跟他强调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天意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天意 我第三趟222出手 这一波来到278 我高档我开心获利换口袋 你看一张价差56块 一张价差56块 我获利换口袋我不是看坏 获利换口袋是为了帮我 会员朋友创造更好更棒的 一个获利的一个迹象 别多你今天10点就56万 你看三趟累积的价差达到46.9% 还有创委 你看创委一张的价差达到44块 才几天的一个时间 这档股票我们已经带会员朋友赚了两趟 你看这一趟从144.5到198.5 一张价差达到44块 10点就54万 包括的一个6138的帽打 阿达一组我想你也很清楚 短短几天 五天的时间一张价差达到44块 10点就达到14万 包括绝版一字头的一个上钥 你看这档的一个上钥也是一样 17块8带会员朋友买件 你看今天在创新高 一张的一个价差3.75块 价差达度都超过两成 你今天要买100张 你看大兄给大家都有价有量的一个好股票 像我的一个特别会员朋友随随便便买100张200张500张 都没有问题 你看你100张让你可以开心赚进多少 37.5万 200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75万 这些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 而且更令人开心的是什么 就是IC设计龙头的莲花科 你看莲花科今天在创新高 一张的一个价差也有160块 你看这档股票我们高档甚至获利换口袋 我们970 讯息都写得很清楚 970以下的我们仍然是只多虚报 那我们原始的一个成本 在960附近或960之下 真的是太开心了 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我常说讲再多都是假的 只有获利才是真的 我们做到了 你也可以一起赚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一直没有能够赚到钱 那么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没有办法赚到钱 我想最主要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 选错产业买错股票 比如说像什么 像抗控KY你看 抗控KY当时候你看 哇低档粉弹上来 哇粉弹上来好多人看到粉弹 好高兴哦 哇看到这股价再低档 赶快抢进去了 抢进去了一个结果 结果你看 一根长黑杀下来 长黑杀下来 转弱下来了 我想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你追到的一个高典上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但是很多人往往是什么 赔的钱舍不得嘛 舍不得卖 舍不得换股做操作 我想很多人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时常会看到很多投资朋友的一个吃果 很多人投资朋友持股都套在高典上 哦那有的有什么货柜 货柜的一个长龙扬鸣啊 或旺海套在的一个200多块 旺海套在的一个300多块 很多人套在高典上 哦那因为怎么样 他也知道短信转弱 但是舍不得怎么样 舍不得做换股 舍不得做丁损 哦那一个舍不得的一个结果 你看你看最近怎么跌的 跌停跌停跌停再跌停 想卖都还卖不掉 你怎么办 这就是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时常会遇到的一个盲点嘛 所以为什么大兄一再的一个强调 选对产业买对股票很重要 哦尤其啊 我们带会员朋友 我们来锁定的股票 第一个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有产业的愿景 产业愿景持续看好嘛 哦基本面转家的一个股票嘛 而且有大人哥加持的股票 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们能够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哦又能够赚得开开心心 你说是不是 哦那么再来 就是往往有些投资朋友 哇买一档股票 抱上去又抱下来 啊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嘛 哦比如说啊 我们以二极体的一个让 的一个喷层来说 哦电动车的一个概念股 我一直跟他强调 我说这这块的一个族景 这是未来的趋势 我一直看它没有改变 那你可以看到喷层这档股票 我从202 我带会员朋友开始锁定 哦我两趟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哦价差幅度超过56% 哦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我第二趟我从24045买进 哦 maybe你今天你听到我的节目 哦或许你有买 但是文文很多人哇买进之后 大涨上来 哦来到的一个297块 哦这个时候很多这个投资朋友 哦可能还会期待 哦但是期待的一个结果 结果怎么样 哦结果不叫反而是怎样 哦反而是顺势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下杀的一个下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在11月2号297块 这个时候我们要带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我只留基本单续报 我在节目上我都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我相信你很清楚嘛 我卖掉之后你看现在拉回来 我们是不是又有低阶减评过的好机会 但是很多人往往是 哇买进去了 哇看到涨上去了去追高 追高哇上去了爆上去 啊又不懂了卖又爆下来 啊爆下来哇又在那边紧张 哇看到跌破的一个金线转弱 赶快又怎么样 卖在不甘卖的一个地点上 我想很多人往往在股票市场上 都会患这样的一个这样 这样的一个毛病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高档 我开心获利出一半 我把加码当全数获利了结 只留基本单 然后拉回来你看 我11月15号怎么做的 当别人不敢买的时候你看 我又带着我会员朋友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今天来到264 我相信你都有目共睹嘛 当然今天大涨上来 下礼拜再冲高 一定还会再做震荡 我还是要再次的一个强调 你不要说今天看到我节目 哇像这样股票 今天大涨下礼拜再冲高 你再跳进去 那这样就不太好 那如果说你有这些的一个问题的话 你怎么样来客户 赶紧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助你一辈之力 真的很重要啦 尤其现在的指数都已经来到的一个 万八的一个关卡户届 当时候在低档的一个时候 许多的一个专家看坏 看空我就告诉大家 季限将不会是压力 18034也不会是这一波的高点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你都见证到了 那当然随着今天的一个指数 开高大涨上来 来到的一个万八的一个关卡户届 你放心你今天你跟着我的一个脚步 早盘开高上来 我不会带你去做追高 为什么 你看我早盘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说的很清楚 盘前我就说 今天来到的一个万八 短信上 在这个地方不排除或有震荡 既然知道会有震荡 那今天开高上来能追吗 当然不可以嘛 你看你今天开高上来 你去追的话 今天一杀 你看光杀到盘中地点 这样一来一回查老罪 差能罢嘛 那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压回 要需要过于紧张或担忧吗 当然不要嘛 我告诉过大家 有震荡就有DJ上车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你自己去看看嘛 虽然指数来到万八 在这个地方 他开始又会做震荡 因为在这个时候 指数冲太快 说真的不太好 因为已经毕竟已经大涨了 1800多点了 1800多点 你说我现在指数 我如果每天再涨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上去 我可以告诉你 吃金融破碗 冲得太快反而不好 冲得太快我告诉你 反而这个时候我要带会员朋友 把股票全数获利了解 但是如果说像这样 我开高 洗一下 然后我又震荡 我又开始洗盘 那中小型的一个转机股 持续活蹦乱跳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构 非常漂亮 为什么非常漂亮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常说 多同市场最怕的是什么 不怕涨不怕底 只怕市场人气的一个溃败 你可以看到每天盘面上 都还有这么多的一个股票 持续活蹦乱跳 不认识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价金 或是电动车概念股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加铃 包括光学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中阳光 先进光 那么甚至 再到元宇宙 还有二极体的一个德维 包括的一个这样 电子的一个这样 电子标签的一个圆态 甚至什么 霹雳风火轮 哇今天也说 我要搭上元宇宙的上期 今天也怎么样 亮灯的一个掌灵板上来 包括的一个低轨道的 一个森达哥 感测元件的一个光 这也是 这也是元宇宙的一个概念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上市规公司 合计的掌灵板加速 还有31架 大涨超过5%了 还高达多少 还高达56% 56架 所以你会发现 整个这个盘面上 指数可能会震荡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 光光难过光光过 特别是随着一个 作战跟作梦行情 如火如荼的一个展开 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老话一句 有震荡 就有低阶上车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掌握 当然有些的股票已经 可能已经大涨一波了 比如说像资源 像星星 我们的星星点灯 还有包括的一个 627的一个童星店 6104的一个创委 还有6138的一个茂达 那这些的股票 因为它都已经累积一大波的涨 那已经大涨一波的这些股票 有说 说真的啦 叫你再去做这些价 我觉得没有意义啦 你放心 大师兄不会这样做 新加入会员 不必当就会员台价 所以这些的股票 大涨上去 真的如果说真的想买 我们也是要等待 它的一个拉回 亮缩价稳的时候 到时候 如果真的买一点 互先的时候 大师兄自然会带你来买 但是现在大兄 要带你来锁定的就是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还在低档上 那未来还有大涨一波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实力跟空间 比如说像这一档的一个这样 这一档的一个细创 这档我明君 待会朋友有操作上趟了 那今天是拉回 拉回很棒 为什么 拉回才是机会 我告诉过大家 拉回才是机会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是看好 为什么看好 因为整个这个 营运的状况没有问题 一直到明年都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的月线季线 才刚开始怎么样 交叉向上 整个两下的结构 都没有问题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什么地方 可以在地坚买回来 包括这个田育也是一样 田育这一波来到 这个278块 那我问各位 未来有没有机会 再占300块 再占400块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不要以为说不可能 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个股票 都是从低档 一波一波的一个上来 任何股票一定是从反弹 先开始 然后才会怎么样 逐步走上的一个 回升的一个架构 那么像天育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虽然第四季进入传统的一个淡季 但是整个的一个这样 整个这个云印的展望 整个这个驱动IC能难 可以维持在这个高档 甚至包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在大指寸的一个驱动的IC的需求 非常的应届 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明年的一个业绩 整个云印仍然是持续的一个看好 你今天不论是圆影座 你还是要用到的一个这样 整个的一个驱动的IC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这样 第一档才刚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加温上来 而且月线季线 都是呈现黄金交叉向上 代表的是说什么 我这一波我先怎么样 我先反然上来 我先宣示嘛 我这个底部出现了嘛 出现之后 那么未来开始逐步要扭转 在新一波的一个涨势 那运量新一波的一个涨势 那像这样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想你不必拆啦 你今天只要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放心大师兄绝对不会错过 包括的一个上要也是一样 你看短短六天那个交易日 我没有买在低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你今天 你跟着我买在11月12号 17块8 我这个讯息都写得很清楚 我的讯息没有什么模拟两可 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 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专家 每天只会到那边 空口说白话 打空包蛋 哇今天看到哪一档股票涨停满 赶快告诉你 今天又看到哪一档股票涨停满 赶快告诉你 每天在那边设会标 不然就是买了一缸子的一个股票 哇一二十档二三十档的股票 大兄不来这一套 我们有一分钟拒绝说一文化 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我们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 大兄给大家的一定都是名门政派 有价有量的一个好股票 所以为什么像生技股的一个性格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竟然还有人会去 还有人怎么样 还有人当时候大涨上来还会去怎么样 还会去抢结果怎么样 连杀十三坑的一个跌停满 你怎么办 所以我常说我们在选择一档的一个股票的时候 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熟悉的一个产业 跟怎么样 跟股票 那么像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是持续看 为什么 那这档股票 你看我带你买 才一百张你就可以三十七点五万 两百张你看都是有价有量 你买一百张两百张就OK 绝对没有问题 两百张就多少 就七十五万 那今天来到了一个二字头 它结束了吗 我好不容易我酝酿了二十一年 我酝酿二十一年 明年这个业绩渴望三级一跳 那你想想看 我酝酿二十一年 我只是会长这么一小段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会 但是不会不是叫你去追高 不会是 如果它有拉回的话 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好买点 我想这一点 你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包括昨天我跟他所谈到的 这一档的一个迅猛龙 为什么我叫他迅猛龙 你知道迅猛龙每小时可以 可以跑六十公里 速度很快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现在我们要帮大家来掌握的 就是这一种能够怎么样 能够有怎么样 能够在短线 能够有快点的一个 快点的一个速率 要怎么样来掌握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速率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不是现在还在买那个底部 还在慢慢盘慢慢盘的一个股票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今年预估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那明年整个的一个业绩 部份订单已经排到的一个明年 本益比目前才十倍左右 股价产业都处在这个对的趋势上 第一点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点 第一档量增 外资联武买 投信昨天才怎么样 才刚同步买进 月线季线才翻扬向上 才刚刚要开始 今天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要开始交温上来 那这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想把握的话 标股信念 你哪里得到我带着过 要赶紧赶紧跟上来 除了信猛龙之外 还有这一档真的是勇猛舞比 这档股票 今天是收回 收回很棒 我在等待的就是 他今天的一个拉回 跟下礼拜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拉回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买点 为什么 这档的一个股票 很多人不晓得 很多人 以为元宇宙只有什么 怎么宏达电荡威胜 错 这档 他也是标标准准 元宇宙的概念股 因为他已经知道的一个 脸书的一个这样 打入脸书的一个 VR的一个装置的一个订单 包括的一个 也打入的一个VNW 也开花了一个全球 第一个车用户磨 晶片的一个封装的 一个晋程的驱动IC 那你可以看到 我前三季我就已经赚了 超过的一个45块 预估今年有机会挑战 6.5到7个股本 而且我明年 明年的余运还会比今年 还要更好 如果从今年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 目前的本益比大约是在6倍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对于一档只有6倍 本益比只有6倍 现在你看到任何一档元宇宙 任何一档的一个电动车 本益比少说30倍50倍 甚至100倍有的涨到真的是不合理 但是上这一档股票本益比只有6倍 而且低档量增 法人大物默默之后 外资连三买 投信连七买 月限季限才刚翻扬的一个 较交叉向上 全新底部的期涨股 那这些都是在下礼拜 我们要带着新加入的一个会员朋友 全新锁定的一个股票 所以在这一步以来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锁定的股票 不论是智远新兴同心店 包括的一个细创天狱 创委 茂达 甚至再到的一个上耀 那如果这些的股票 你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话 那我希望下一档 我们准备带会员朋友 全新锁定的底部期涨标股 第一时间 请你不要错过 务必要跟上脚步 怎么样跟上脚步 来很简单 QR Code赶快闪门一下 赶快闪门一下 那只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大师兄都会在群组里面 武师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那如果说你认同大师兄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那各位你大可安心把理财的一个工作交给大师兄 轻松赚钱留给自己不是很好吗 所以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一个操作跟理念的话 我也非常欢迎各位你拨打这通电话进来 因为现在到明年的一个财报空窗期 那基本上年底甚至到农历年前这段的一个时间 尤其这些业内跟法轮最容易上下其手 也是最好赚的一个机会 那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你不赶紧进来跟着做跟着转 那实在有点很可笑 所以如果你想把握的话 待会赶快把这通电话给他拨通 跟我们信赞理专人员来做一个恰询的动作 大师兄保证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的愿望一次满足 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21-9933 02-2321-9933 让你耽误轻轻轻轻轻轻 我们下礼拜同一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